台十一线道路赛事频繁 影响民众生活秩序 造成交通涌色 先议员刘淳哥建议规划一条赛事道路 只要整修过一样能好好利用 还有这个路跑自行车比赛等等呢 非常的频繁 百姓有了厌缘 路前是共有的 不是吗 优点可以光光行销 可以增加我们地方的能见度 可以活络我们的经济 也可以带动我们运动的风气 这个是优点 缺点呢 交通涌色 造成不变 影响了生活秩序 如果要去医院 要去赶火车都会迟到 容易发生事故 还有三件事件事故还没有解决 制造环境脏乱 没有商机 悬手不停留 这是我们百姓的这个感言 所以县长可以开发一条新路 也可以改到 我们呢 有几个人 我们东海乡的几个重要的人士 我们特别去走了一趟这个 台二十三县 东二十三县管厢道 前长呢 有十七公里 接着还没有命名的 二十三之一道路 约十七公里 再接着呢 接下来就是 一九七县道 南哦 四十四K 一直到五十九K的终点 再接回台十一县以线 这样它的长度将近十六 加加减减将近五十一公里 亚马 一九七 线道 它全场呢 有六十公里 这条路也不错 只是目前还没有整修啦 原县呢 它的景色非常的优美 犹如人间天堂啊 但有些道路 我们要慧一点心 要整理 要修建的 县长开发一条路 是一个大工程啊 如果这条路可以执行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百姓 一定非常的感恩 县长黄坚廷表示 会请相关局处长实际去看 如果是好的方案 会马上投入资源做整理 刘议员希望能落实一个村 一个关怀据点 让长者能究竟被照顾 不用跨村参加活动 也赞同聚服食堂计划 推动到每个据点 如果说能够加速哦 完整一个村里 一个据点啊 那老人 独居的 落实的 可以在 熟悉的这个部落生活 被照顾 那是最好 最理想的 但是有的老人 因为我们现在要到这个据点 一定要跨这个村里嘛 但是餐里的老人 他不愿意前往被服务 也不愿意被学习 也不愿意学习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行另外的服务 也就是村里长辈一同健康用餐啊 使用者互惠嘛 一个村里一个据点 定定一个标准 我们鼓务励 我们鼓励村里或是社区或是宗教 我们应用政府的这个 还有应用政府的支援 还有在地的支援 照顾我们的长辈 独居老人 在部落的都是站多数嘛 我们都是老人都是独居的 那有部分的县市 是有推行这个共餐 前些时候我有看到一份报道 在那个新北市 它就有将近840个共餐据点 我记得我们台东市也有嘛 很像有一个社区 我觉得这个共餐是可以推广的 黄县长指出 虽然巨幅食堂提供长者互相交流 还有护理人员协助做宣导 但还是要找到有意愿经营的团体 因为县府第一年能补助购置器具和贴补食材 之后还是得由承接的团体自行营运 留意愿也关心长照2.0计划的ABC服务 希望卫生局能找时间陪同参观 以便了解 台11线、23线等路段多处摊坊 双向道便为单行道 留意愿请建设处尽快处理完工 建议提高各乡镇清理排水沟的经费 关心东河乡国小的提拨土地问题 询问低收、独居老人的申请标准 以及路人优入权的议题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18届第4次定期会 县议员刘淳歌总质询 问这内容载要报导 由律轩整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